你又是一的息责幻子 今天邀请你就是成家博客教师林sir Hello林sir 你好 Hello Kenny 大家看到本港局势持续动荡 其实多了投资者想如何分散资产 留意海外投资市场 上周我们分析过新加坡的房托基金 今天就和林sir看看美国的房托基金 不如先看看过去一年各项的ETF整体回报表现 其实如果你和股债商品ETF比 其实美国房托ETF整体回报是最好的 简单来说你又赚息又赚了价格 主要是什么原因带动了美国这些房托的risks 是能够跑出的呢 主因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美国在减息 其实美国说减息 18年的年底已经开始说了 到19年的年中开始实行 减息代表放在银行的定期收的息就少了 反过一些派息的房托的根据吸引力 此为其一 其二的因素就是因为19年的市货 我相信投资气氛比较差 人们都是偏向选择一些稳妇的东西 你问我在2018年 我记得年尾好像12月的息责 当初我都有提及过美国内这一年risks 是看好的 但当初我只是看到原因日值 因为当年其实也挺有肯定 19年是减息周期的进入 但原因二就趋势到 当初始终不及原来有两个原因 它是令risks不止今年做好 是直接做到全部的资产 全部的资产类别来说是排第一 也可以说排第二 其实新兴市场的债券 例如有些人听到挺害怕的 比如南非、泰国、巴西的国债 香港人少些接触 不过有些人会透过基金买 总之这一类是排第二 排第三是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留意到上个星期 俗称是洗仓潮的下跌 而美国国债的要求回到一厘八、一厘九 又是原本的一厘四度水平 不过在之前那星期发生的 我相信是因为密极必反的道理 美国国债在市场气氛继续走叉之下 美国国债仍然有一定的看头 跟大家都说过去一年 即是year today 头三位做得最好的资产类别 但大家都发觉到是没有股票 其实过去一年就是这样 一些新兴市场的股票 玩美股或港股 大家的心中有数 其实做得不太好 相反那些债和risk做得好 而当然大家更有兴趣知道 那未来会不会好呢 我相信未来会反复跌 但整体表现都是 risk和一些有评级的债券看好 刚刚你提过一点 就是因为减息 所以令到这些risk做好 今星期正正有多间央行 会议息会议 大家一定看着联储局 很大机会减息 25点指 如果现在全球央行 再进入这个减息 宽松潮 债息继续跌的时候 其实投资防托 你说未来会比较反复一点 但是会不会看完这个因素 继续是宽松的时候 其实都值得在这些位置买入 我仍然认为 说美国的防托 有部分的防托是值得买入的 不过在图里看到 好像领展 尤其是香港的股票 之中 政治风险因素多了 可能要审慎 也未必给到这么高的价格 去买 新加坡防托 其实种类都算多 但有部分防托 其实涉及到香港的资产 可能过去几个月 大家都留意到涉及到 很多香港的东西 都有一定的价格调整 所以特此上来 就给了一个选择 就是美国的防托 就当以种类计 都有十多二十种 什么为止种类呢 例如做Sell Tower 就是发射塔的防托一种 或者做Eldery Home 老人院的一种 或者Ethan 有些防托是做监狱的 因为美国的监狱托管服务 更新服务是有私营的 私营化的之下 有些公司是专接了 就是当监仓的床位 是一个risk去买到购买 想说美国的多案化是足够的 也客观地说 是比香港多的防托市场 香港的防托总管十几种 而最出名 我想大家都同意 不是偏帮 就是领展 不过领展始终 一来受过香港的大环境影响 始终是100元回了下来 第二 香港的前景 我想仍然是原在半空 所以特此上来说 除了香港的防托之外 如果大家又想稳稳稳稳稳 买一些俗称 做一个收租佬 不过是纸上收租佬买房托 那可以怎样做 以下都带多了一些risk上来 在美国可以让大家想一下 但问多一句 刚刚是美国房托 其实就跑赢了其他资产 但问题是 你买什么都要留位 现在去到那么高 会不会来到市场调整 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那时候买会比较好些 其实过往的一个星期 房托都有些是调整了 过往的一个星期 其实就是过分多的资金 走进去一些避险工具 例如美国国债 或者一些房托 而引致到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一些稳健的资产 它的价格出现急跌 但相信这是一个升幅中的调整 因为本年 那个避险的情绪 都挺主导的市场 而当然 你说我个人 就不是看市会跌 或者跌到很深 因为中国和美国 都还有很多措施 可以出笼 去控制下限风险 不过你问我看 其实房托 尤其是美国有部分 是跑赢的那些 逢低可以吸纳 而过去过一个星期的下跌 是造就了一个低级的良机 你打了三只 不同类型的美国房托 都是跑赢的 说是跑出的 分别就是 版面看的是 美国电塔AMT 另一只就是 Equity Lifestyle 就是投资在崩美西部的 露营地 度假村 第三只就是 Core Site Reality 科塞特 是在美国经营Data Center AMT的升幅是最好的 今年来说总回报37% 是否做这些 租无线电讯 广播塔 这些人不优做呢 一来有5G的概念 二来它的价格也解释了 美股年初至今 是一成多 港股大致升少少 但是为何AMT 可以拍人这么多呢 虽然价格不算吸领 一厘多 但是在于 Selt Tower的 廣泛应用之下 其实AMT 是大家可以再去考虑一下 今支ELS 想说多一点 其实是做一些 继称香港的 其实它的概念是 经济越差 其实这类的房托都挺受欢迎 可能原因大家都想到 当然我们不是说今天上来 特意要推介这三个 而是给大家多一个面子 给大家看看 其实除了买香港的房托 或者考虑一些新加坡的房托 其实美国的房托市场 除了派息之外 都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回报机遇 至于最后那一款 是做Data Center的 Data Center 其实就是 好像大家很多时候 玩手机都有云端储存 云端储存 也有些电脑surf 他们其实就是 放在Data Center的地方 所以 头那三个 就是一些可以想的版块 看到版面还有一个 叫PEI 就是在奔直法尼亚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为什么唯独是它 要这样跌法 是呀 但是它是派成15厘多息 挺夸张 所以很多时候 也会偶尔同学问我 是否派息高一点 很多时候 息率过高 是表现出 其实它的价格 调整得太厉害 在既息率那时候 那个份母 过分地势而引伸出来的效果 至于其实PEI 和 和奔直法尼亚州的关系 其实它是在那里 即是吸纳该处的一些 shopping mall 即一些 现在网购都挺成行 所以 反过来商场类别的 risk 就不是太看好 你看它的图和 刚才AMT铁塔很不同 一个是倾斜上升 而它是倾斜下降 在此也想带出 其实选择防托 在于美国的种类多很多 我们也绝对没有说 全部类别的防托都好 选择得好的 好像铁塔那些 既它的波幅 其实不算很大 相对于香港的同类股份 而也有息收 但是选择得差的 其实回报也可以由 看着别人一年升三四成 而它自己跌差不多10% 大家可以慢慢在网上 或者留意息赞 知道多些资讯 从而揭开投资 美国防托的新一页 所以不要只说防托 就买下去 买一买 看它持有什么资筹 很重要 谢谢林sir 息赞来到这里